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李孔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豪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 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这个就是联署界失败KOL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一次联署本来是雷星大雨点小 后来连雷星都没有卖 我也不想这么说 我还记得当时他有个发动传播英国的手足 就想着去这个制裁 制裁那些是港官 没有记错 结果 对不起 只有我所不断地跟踪他 专处的人数目标 吴达标 吴达标 最初是挺厉害的 因为很多在英国的KOL帮他推 推爆他 结果是推不爆 现在他就没有提下去了 OK了 这个阿哥 有些人叫他骸秋哥 也有点 不要紧 别以貌取人 手足都这么说 这次算不算成功呢 大马sir 也算成功 失败了这么多人在英国 终于成功一次了 那是什么事 原来 好惨啊 有些人在英国打算手头捉 好惨啊 原来呢 投票印 有没有这件事 我印象中是 糟了 因为很久没有投票 不记得 他应该和澳洲一样是写的 有错 因为很久没有投票 原来呢 几百名是移民英国 塑格难的港人 就被打算满心欢喜 去投票 结果 你们没有投票权 那同失手 投足 这个机会呀 英国选举委员会 是认错的 认错也没有 已经没有出力了 几百人呢 很搞笑啊 有人说 如果我们全部投赛 这个保守党 会输得这么多 喂 一个 苏格兰好特殊 本来苏格兰的独立政党 苏格兰民族党 本來一直以來很可惜這次的工黨是大勝蘇格蘭 他們在陶傑和劉世良大壞了 因為他們很討厭左翼 經常覺得左翼是共產黨 在他們大力之下很討厭工黨 我當你那幾百票都賭給 幾百票 不是幾百萬 幾百票全部賭給這個保守黨 英國大選的BNO亦可以登記作為選民 因為BNO這些港人亦可以是英聯邦公民身份登記成選民 但是在較少港人移居的蘇格蘭 有數以百計的人已經登記作為選民 一到被當地選舉部門登記 將他們誤列為無權在大選中投票 有港人組織就是郭子健鞋抽哥 原來他就說這不行 就發了email和做了些事 最後是得以回應的 說到自己好像關鍵了 沒了幾百票 你看看這次的工黨贏多少 其實我不是說不對 但是可不可以這樣說 就算你倒下來也無雙大雅 無雙這個結果 港人組織就是 負責人推算 即使 當局 很搞笑 他推算什麼 即使當局在選舉當日 即時 是矯正錯誤 仍然有過百名港人 因為行政當局的失誤 未能投票 說到 影響港人 在英國安定的決心 那你走吧 尤其是影響港人安定的決心 安心定居的信心 你有沒有發現 他將那種 叫你經歷我 是說到很大的 喂 將那種 是 投訴 即是說到大一大中文化 沒錯 什麼上司的那些 你這麼少的票 在押資押捉 當你少票 他也有這樣的權利 其實我覺得 其實他肯改正 我這麼大才行 第一 你說到好像影響了整個選舉結果 第二 他有沒有影響信心 有的 很簡單 他現在不是改正了 矯正了 因為他們 說真的很多人不喜歡工黨 就覺得 這個工黨贏了蘇格蘭 但是他不單止蘇格蘭贏 卓慧斯也輸了 是的 這些是選舉制度 選出來的 不是你有份投的 其他人有份投的 真的贏了你 多過你 被人感覺不依不搖 你已經開了我的信心 你是可以這樣表達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 主流民意好像不是 如果不是怎樣 如果我是蘇格蘭 我答得很撇 我們已經是作我們最快的矯正了 希望挽回你的信心 我們有錯就認 這樣說就可以了 現在他有錯真的認 蘇格蘭香港人創辦人 郭子健就估計 當國可能在細選哪些地方 選舉選民可以在英國大選當中投票時 出現了人為錯誤 以為香港居民是中國籍 這個是他想的 他說是以為的 但是 不了解BNO是英聯邦公民 所以有權選舉 他也是要從大陸人區分 這個是他說的 這個是他說的 他又想賣那種 是縮水版 豬魚版的民族情緒 指自己香港 跟你不一樣 其實你可能想多了 他真的純粹是甚麼電腦人為錯誤 他就說推算而已 我推算 推算不代表你對 最少有幾百名 現居蘇格蘭的BNO 就是 面對重陽情況 有兩三成 是沒有投票 其餘大部分 聯絡了選民登記辦公室 其實他們有些視財彎 很害怕別人不知道他有BNO 不知道他有投票權 現在就知道了 要區分的意思 選委會那些都是即時作出補救措施 還有說真的 很多支持民主的記者 他們都是為了區分自己和大陸人 扮得很L民主 你看有些時候 記得當時 我記得有一次加拿大 就萬萬洲事件 那些人說 是 判他中世間那麼巧 如果按照你的邏輯 應該是 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會按照我們 我們是那些法律 整個process去做的 我是不需要這樣的 他該判什麼就判什麼 這個就是民主國家 那你就有理有節有信心 不是判他中世 程序公義去了哪裡 你之前經常狗叫 程序公義 其實他們說什麼小龍DNA 他們只不過他拜的皇帝是不同的 如果按照他的邏輯說 我不是說中國人是這樣的 你不是拜是 鬼佬而已 就這麼簡單 當然有些人就兜了 他們兜了什麼 我們不是崇洋 上次和你吃過飯的那個人 我們崇洋 沒有關係的 兩件事沒有關係的 你崇洋更加要尊重程序公義 為什麼 審判孟晚舟的時候 要特意判他有罪呢 你知道嗎 無罪推定又沒有了 審你皇友 拉叫你皇友的時候 扣押你們的時候 無罪推定 打壓我 是呀 去了哪裡啊老闆 說什麼啊你 不是說說說 郭子健說 我們有三千人住在愛丁堡 嘩 厲害 這三千人當中 有若干 不少人 慢著 不少人說不到 實數 不少人啊 是有這種情況啊 這個選舉委員會 我們反映了 但是呢 結果是同一個城市 同一個辦公室 不同職員 他們就有不同處理方法 亦都回答不了你的 那麼當然 有些呢 就叫你們香港人下午再登記 有些呢 就是呢 下次 選舉呢 在頭 好笑 不過說真的 如果 我們推選不是全部BNO人 拿到這個永居 下次是否沒得選呢 下次 如果是按照五年一屆的話 真是 有一部分的人真的沒得選 是啊 沒有能力再留在大英 是啊 沒錯 有些就即時改正 就說 為何如此 為何幾套 一向 你真是以為 西方國家真是甚麼都很健全 我們這裏也有很多 就算你申請移民 那些移民官有10個可能的10種答法都不出奇的 其實這些就是被 那些KOL以前蘋果日報洗了的腦 以為公道公正 立刻矯正 向你呢 是全部認認真真地 是說出 我也想跟你說一聲 因為你真是太小的群體 有些比較 偏遠一些 或者少一些的地方 上一屆 歷屆未試過有這個情況出現 他們有些脫漏是不出奇的 是啊 我們其實 選舉時有些都是義工來的 你說他是不是真的好知 不一定的 好像他說 好慘啊 好像有這個現居 蘇格蘭 的一位 港人叫Alice 他就說 在選舉前已經憑著 BNO護照 BNO護照登記大選投票 但是為了慎重起見 他大選前 和選舉當日 相繼以電郵和電話 向選舉委員會核實 他和老公 BNO 到底有沒有選民資格 但是對方的回覆 令他很無奈 啊 他就說 結果星期四就是當日 大概中午12點左右 選舉委員會經理 趁自回覆他 就說 不好意思 你是香港 你是中國籍 所以 不能夠在大選當中投票 然後 他就說 在我再登記的時候 選項 只有 BNO和 港人 兩個選擇是連著的 因為他 跟我說 你有BNO 只能夠選BNO 你一選 香港 就等於是中國籍 亦都證明了 鬼佬都是認香港 就是中國部分 他們小時候 Hong Kong is not China 不是 可能那些 系統還未更新 香港就是China一部分 所以你又 你下一次 因為這位阿姐 早前有一個電郵 跟他詢問 確認 但是那個也不可以作盡 很遺憾 沒得選就算了 沒得選之後 很糟糕的 Alice 跟她 丈夫 眼見香港選舉 變成了內定 你是不是瘋了 什麼內定 他就是 香港選舉內定 但是他說 是不是英國的 你說什麼 他意思是 香港選舉已經內定了 一直期待英國大選 結果搞成這樣 說得很大 動搖了我們的信心 糟糕呀 又說到自己 好像鬼那麼大 你動搖了我的信心 你這樣不行 不算 這也是他們的權利 但是 我覺得 這個會不會變相 是一種 自卑 越說得越大 就是很害怕 別人不知道他 這個變相 是不是都可以說他們自卑 可以這樣說 是的 可以這樣說 你把 很少的東西說得很大 別人看 現在 除了你 這位 前區議員 會發大來說 你看 英國的報章 沒有什麼會說 這件事 因為真的很小 全部是說 說施己燃 或者說說成哥 那些東西 說施己燃老婆 為什麼這麼低調 我看到這個太陽部有說 不會提 有幾百人 在蘇格蘭地區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 用 BNO 申請 不能夠投票 好像沒有看到這些新聞 是的 總而知不是主流 是的 也看到 Alice又說得很大 這次行政失誤 很蘇格蘭 整件事情 好英國 很蘇格蘭 不應該的錯 但是 不應該 錯的 都可以這樣錯 你有沒有發覺 好像那種投訴文化 這樣說 有論罪 好像整件事情 本身已經很複雜 以為以前 投過票就可以 原來 只能夠投蘇格蘭這邊的某些直選 或者是地區選舉 原來 又要有其他資格 又或者 多一個步驟才可以 在大選當中投票 使得我們香港人很不開心 你夠膽 不過現在 英國向左轉 如果你在歐洲其他地方說 香港移民很不開心 你就糟糕了 我們之後有節會說 其實 歐洛向右轉 我覺得有時候都是小心心說話 當然你可以說 我有我發表言論自由的權利 你可以說 但是後果 說真的 他先動了你 你之後也是虧張的 是不是 郭子健這次 就說我們跟蘇格蘭的政府部門聯絡了 但是最終仍然有部分港人投不了票 他就說這次的行為 當國行政失誤 相信 不過他也上選 他就說 不是這個 不是要求重選 郭子 不是 他就說 我相信未有影響大選最終結果 但是 你就動搖了我們香港人的信心 哇 港人真是大 你 最主要的事情 沒有影響到 其實 我不知道動搖了什麼 因為沒有影響到結果 動搖了你的信心 希望下次做好一點 只能夠這樣說 而且你說得這麼大 幸好現在他不是右翼執政 如果像法拉奇說 動搖了你的信心 你可以走 是不是 其實是很危險的 還有 有時候 這些失誤 如果你真的這麼熱愛這個地方 你就提醒他 叫他做好一點 不過 好像剛才那個Alice 我真的覺得他好像在香港那種 就是 將香港 某些人的那種 尖酸哈勃 說了 香港那麼不開心 這樣 是不是 你可以表達 但是給人感覺 不好 當然國子見 我們看到 今次選舉結果 蘇格蘭的候選人 得票的差距 仍然相當大 落差 是超過簽票的 換言之 這次他終於說了一些人話 其實 難怪沒有人支持他 因為他說得不夠大 他就說 相信 香港人在這次的選舉當中發揮的影響力 也有限 是不夠的 這就對了 因為之前的說法很大 真的夠瘋了 是不夠的 是不夠的 你投票的權力是要尊重的 但是可能 票站的職員不太熟悉 給予此機會 下次 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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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發生了 也發生了 但是 他們說得那麼大 我覺得很討厭 是嗎 即使 原定所有合資格的 居蘇港人 都去投票 其實 也未必可以 左右選情 未必這個詞很溫和 我覺得絕對是左右不了選情 絕對是左右不了 老實說 沒錯 但是這件事 影響了我們的 對香港人社區 在蘇格蘭建的一個 穩定 的生活 和信心 是個 這樣開始 說大 是個很巨大的危機 又好像說到自己很厲害 很巨大的危機 你還不是安撫我們 頂你呀 另外 另外 這個英國選舉委員會蘇格蘭辦公室 就向 自由老洲證實 星期四持有BNO護照的 前 香港居民 前香港居民 其實他們現在還是香港居民 他們可以回到香港 因為在選舉登記策避 不分類別 而在 投票站被 拒絕投票 他們就說選舉委員會現在 在了解 辦公室 為什麼會這樣 並且會跟 選民和 票站職員研究 如何在過程當中發言問題改善 我相信也可能會跟他們道歉一下 始終 他們都在裝作 但是 一道歉他們又說 我們說得很大 因為他們說得 影響了巨大危機 以往這個投訴會發得很大 雙方兩黨之間的差距很少 因為他們已經輸了 而是輸了 然後就優人操 現在這麼大的差距 其實也不知道 大家也知道差距很遠 沒錯 現在差距很遠 你那幾百人 就隨便 就是這樣說 不是隨便 沒有什麼影響 別人就不會當一回事 是的 因為他贏得太多了 贏了400多席 這個工黨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